欢迎收看PipperWebcast 桃园藻礁是重要的珍贵的生态资源 但是它也面临了保留的危机 桃园在地联盟连续几年都举办了珍爱藻礁的践行活动 希望可以唤起更多人一起来关心桃园藻礁 4月25号珍爱藻礁活动践行举办 公民记者辛慧也透过他的报导跟大家分享当天活动的状况 桃园在地联盟发起珍爱桃园藻礁践行活动 2015年是第四届举办 活动现场聚集了1500人齐味藻礁发声 嗨我们是复旦中学我们要来守护藻礁 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加入守护藻礁的行列 我们今天来了十辆游览车哦 平正高中守护藻礁 2014年划定野生动物保护区的桃园藻礁 是位于观音至新屋的沿岸 曾经拥有27公里的藻礁海岸 面积是全台湾最大的 因为工业污染的影响 导致目前仅存约4.5公里 以前在120年前 这边的藻礁这个季节 它是一片绿色 一片绿色的那个石纯 那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可能只有在后五溪口 就是不到一间教室的那个石纯 而且是工与都的工业旗的厂商 希望他们本着企业责任 企业良心的方式 要处理到正常之后才排放到那个河川 海洋它虽然能够容纳百川 可是它承受不起这些污染 为让珍贵的桃园藻礁早日脱离险境 专家学者以及民间保育团体 均认为应该将此区化设为 管制更严格的自然保留区 如果有一天我们的藻礁呢 真的都干净了 都丰富的生态 重新再现的时候 我想呢 它会是我们桃园之光 通过刚刚的影片我们看到 当天珍爱藻礁的建行活动 真的是非常的成功 我们今天的webcast节目也特别 请到了当天拍摄这一则报导的 公民记者欣慧 大家好我是欣慧 另外就是桃园在地联盟的理事长 潘中正老师 同时他也是我们资深的公民记者 大酷熙小冰 大家好我是大酷熙小冰 今天邀请到两位来到现场 要跟我们分享一下桃园藻礁的保育的状况 首先就想先请教一下潘老师 桃园藻礁其实 它目前面临到的一些生存的危机 那就生态的观点来讲 它重要的价值在哪里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 上面是紫红色的一张片 在海岸呢 好像点了胭脂一样 是在每年四五月的时候 可以看到的景象 那它其实在我们台湾地质学教授 陈文山教授的口中呢 直接表达它是具有世界自然遗产的价值 那这指它有非常丰富的生态 还有它的地质地层的结构呢 都具有这个世界地景价值的意义 那它的生态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各种不同的螃蟹 然后也可以看到各种的鱼虾蟹背 这个样的生态呢 是高美湿地的八倍 是香山湿地的五倍 所以这里是我们桃园 可以创造出来的一个新的骄傲 本来它就是骄傲了 只是因为呢 这些年来呢 因为污染这些的关系呢 那我们的一般民众呢 几乎都不再去接触它 所以最后就遗忘了它 所以我们觉得非常可惜 我们认为它应该是要重新被 发现重新被定位 最后它会成为我们国门的 一颗璀璨的珍珠 成为我们桃园之光 潘老师 其实透过您过去的报道 还有您参与的一些活动 你们知道 其实藻礁的面积是逐渐在 缩减当中 对不对 因为桃园在沿岸 其实真的有蛮多的工业上的污染 还有人为的破坏 对 要这样说 就是说藻礁其实是还存在 但是它的生态的面积越来越小 也就是因为工业污染 很多地方它的生态就被剿灭了 目前比较还可以看到一些生态的地方 就是我们正在抢救的关心藻礁 可是我们发现到既然关心藻礁还有生态 其他的地方其实也是藻礁区 你只要让它回复原来的那种干净的海域 它的生态就会回来 它自然会自己富裕的 所以潘老师我知道 从几年前您从自己开始做报道开始 慢慢去关心关心藻礁这边的生态保育问题 慢慢的跟一些在地的人士共同组成了桃园在地联盟 就是希望更进一步透过行动跟工部门去交涉 希望可以透过具体的保护的措施 来让这藻礁的生态不要继续遭到破坏 那您可以谈一谈 为什么你们想要投入这样子的行动 我个人也是因为当了公民记者之后 视野拓宽了 发现到除了家乡的污染之外 其实我们整个桃园整个台湾 到处都有需要去救援的地方 所以我就和几个好朋友就开始组织起来 那也因为2011年我们阻挡了中油炼油厂要迁到观音来 所以挡住了这个之后我们也一直在想 污染工业不会到凯达格兰大道去设 一定是找我们偏乡的麻烦 那我们要怎么样来恶阻呢 最后我们去找到藻礁 所以藻礁这个议题很快的就获得很多人的认同 那这几年我们从第一届办藻礁践行以来 我们的目的其实就是希望更多人的关心了解 一方面参与的人可以直接在现场就感受到 那个藻礁的珍贵 那透过这一些参加践行的伙伴 他们出去了之后呢 他们把经验分享给别人 那我们也到各个机关团体学校 也继续去推广 所以这几年我们的活动越来越受到重视 那我们也很高兴今年竟然被公民记者呢 来了三四位帮我们做了很多很丰富的报道 谢谢 真的因为珍爱藻礁的践行活动 我们从新会的报道上我们可以看出来 当天的活动真的非常的成功 参与的人也很多 那想请教一下新会 当初你怎么会想去报道这样子的活动 那你在现场看到的感受又是怎么样 2012年潘老师有到我们新阳平社区大学来分享 就是分享关心藻礁的珍贵和它面临的危机 所以那年也是刚好是守护藻礁的起跑年 正巧那年也是刚好我加入PayPal公民记者的年份 当下听到老师的分享 很想去记录 但是因为刚学习没有能力 所以就放弃了 这两年多来经过大鲍龙老师的指导之下 新会慢慢学会对那个周遭议题的采访 剪接报道 所以呢 有信心了 所以我第四届就有自信去参与这个 桃园守护藻礁的行动 并记录和报道 那你在现场看到的什么 因为我们透过你们报道 我们看到哇好多人 共同发表他们关心藻礁的一些宣言 然后感觉到非常热情耶 对当天早上我到现场的时候 看到突破千人次的护交人潮 当下真的很震撼 然后在那个开场的时候 看到平正高中棒球队 他用战舞来鼓励我们这个 藻礁守护行动要坚持走下去 还有看到我们复旦中学的师生 来了十步游览车的人次 他们的热情热心真的也是让我们经验 还有我们的中央立宗的学生 他们也用心编排那个守护藻礁的行动剧 还有那个荒野协会 荒野保护协会跟那个桃园市的野鸟协会 他们都有成员在海岸各地注点来做导览解说 他们透过解说就让我们参与的人 就是唤起他们对海岸环境的重视 这些都是让我非常感动的 还有最感动的是 我办一个活动真的不简单 尤其这么大的活动 我看到在桃园在地联盟 在潘里市长的领导之下 他们把这个活动做得那么成功 也非常的用心 那我看到老师的用心 还有老师坚持的精神 这也是我要学习的地方 哇真的是 真的透过公民记者的报道 让我们感受到现场热烈的气氛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关心藻礁这样的理念 慢慢的散播出去了 不过活动的成功 是让更多人认同或了解这个议题 但是未来还是有需要努力的地方 是不是 是 这一次我们非常期待市长 可以到现场来宣示 就是说除了关心藻礁要保育之外 我们桃园其实不是只有这4.3公里的藻礁 其实是27公里的藻礁 我们甚至也发现到 在现在的关心藻礁的南岸 一直到新竹县的交界 那一段就是所谓的绿色隧道的海岸 其实现在他们的历史上面 也开始有造交的行动 所以我们今天去保育他 其实是帮我们的子孙 留下这个珍贵的自然地景 如果说我们放弃 我们的子孙 其实是要承担我们 这些污染的后果 所以我们觉得 郑文燦市长 是我们期待的一个 比较有人文关怀的市长 那在这一次呢 有点遗憾他没有直接宣布 要化为36公里的自然保留区 但是我们认为既然他是有那样的人文关怀的市长 我们会继续跟他建言 我们会继续把藻礁和桃园海岸的珍贵 把讯息传给他 希望他有一天可以真正的 就算不是自然保留区 用湿地法 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来保护 我想都是有机会 把这个珍贵的资产留下来 我特别要强调的就是说 藻礁 其实他被人为污染之后 他有机会复原 大自然他富裕的能力很强 只要一个礼拜脏水不下来 牡蛎就会来这里生长 所以如果我们有心的话 我相信这块地真的是会成为桃园的骄傲 从潘老师的经验 我们看到从几年前 大家对桃园观音的早教 还不是那么的了解 慢慢到这几年活动越来越成功 越来越多人的认同 我们看到公民如何透过报道 如何透过行动改变自己在地的环境 也看到公民记者如何透过更多人的参与 把这样子的理念与想法传播给更多人知道 桃园观音的早教未来还有一段路要走 但是希望更多人可以一起来关心 今天也非常谢谢两位公民记者 来到我们的webcast的现场 推博webcast 我们下期见